其实看到昨天科技股跑赢大市 科指升了3% 其实三天累计就升了债近一成 看到美团单日升了20元 去到7月的水平 阿里也升了7% 去到9月水平 不过有两个情况 第一就是 这是昨天收市前的情况 不过看到昨晚的ADR 其实美股向下 ADR也是向下的 美团回到270元 阿里要给本港跌5% 还有高盛也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 就说内地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房地产的泡沫 或者疫情问题 都会影响阿里巴巴的经营 其实这两天看到 就是说那些大型的科网股升 大家都感觉上就说 好像监管政策逐渐明朗 也不是说没有了 比如说美团有一个罚款 去到34亿 大家都觉得比预期少 还有看到近日那些水灾 就是那些大型企业 都很踊跃地捐款 这些行动或者这些捐款金额 是否已经迎合到监管当局的心意 你怎样看ATMXJ这个版法 我认为不关刚刚刚说的因素 是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为什么短炒这些节目 帮不了你 是 其实你在说在整个升浪 或者阿里巴巴第一棍升上来 由130多元开始升上来 是 很多大行已经是说出研究报告 就是憧憬 记住是憧憬的 是 那些监管的风险因素出到七七八八 是 在这个憧憬因素下 短线的资金流入去 短炒资金就是这样的了 天步行卜 憧憬那我就先进了线了 有线算 是 现在说这几个鸡 真的看不到有太多风险因素 甚至你有些迹象就显示了 像美团的罚款 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自然形成了一个比较夸张的技术反弹 但是问题就是 是不是走升浪 你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总会有机会调整 那短线就是 可以想这些可能会护卫你 但是问题就是 会不会将过去一个星期的 那些升幅一下子偶突翻了 那又不是的 所以短线来说短炒 现在市场就是在冲敬 整个监管因素慢慢淡化 又是以没坏消息当好消息地炒 但是问题就是 人家已经炒了整个星期 而有些部分监管最风头火势 摆到名叉的那些 阿里巴巴这些 会升得最多的 那问题是短炒就是 你如果短炒就用一些中长线的想法 它比较多监管因素 阿爺没那么喜欢它 那这些就是短炒最容易出市的地方 短炒哪里里里这么多 看着肚子表 跟着资金肯效 那就会冲的了 它没有可能吃光升浪的 但是永远都是健保下 现在短线就是说会不会升过龙 短线也有机会做个调整风险在那里 atm 里面最强势是美团 最强势是美团 最强势是美团 这些人升上来 所以资金其实你看到 为什么腾讯比较弱 可能就是围绕着政策风险 短线你一定是看着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怎么估计 我觉得估计是没有意思的 你只是说 也不能估计 也不能估计 因为你真的好像买大小 我估计开大 你听了买了就会开心 我估计来真的没意思 短线来说 科技股的确 我不觉得马上玩穴 但是你说如果这一刻马上去做部署 我觉得迟了一点 你不如等整个科资 真的直接上了50天线 才开始去想 至于想上 我也不会紧一些最弱势的那些去买的 因为如果你要炒最弱势的那些 你越弱势的那些 就越要做短线保存 你更加难去跟得足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去买的话 买一些基本面上有得想 譬如大只的 可能选择美团为主 西州我近期在看 就是选择明源云的 我觉得 因为你近期听我说过 内房板块也有得想的 明源云就始终科技再加上 你如果内房整体风险能够淡化 它很多业务上跟内房都息息相关 有机会追一阵 但是什么时候走 舒服一点 一定是等它突破50天线的位置才出售 但是如果你想提前做部署 或者你有信心 我觉得这些位置拼得一定是直播率